大家好 我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今天終於做到 我第一條開箱片 我先去Sandraner 那我今天到底要開什麼箱呢 我是要開一隻 一隻色震色發光的錶 一隻可以連電話 連手機APP一起玩的錶 還要有不同顏色給你選擇 你以為是Smart Watch 好 其實我今天要開的是一隻 第二代的智能拍子機手錶 Sandraner Call 到底Sandraner Call 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一隻專為音樂人 而設計的拍子機手錶 因為一般的情況之下 音樂聲一定會比拍子機大 所以為了克服這件事 Sandraner將拍子機設計成 可以震動的手錶 而它的震動頻率 就是那個拍子 這就是手錶的本體 而這裡很明顯就是這個錶帶 對著一個洞 對著一個洞 這樣拋上去就已經是一隻手錶 錶帶在這裡 另外這兩條多了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兩條都是錶帶來的 震動來說 每個人在身體的不同部位 敏感程度的神經都不同的 廠商就特意設計了 這兩條多了兩條錶帶 就讓你掛在身體的不同位置 去放這個震動的拍子機 這樣就可以讓你把錶 掛在手臂、胸口甚至大腿、腳眼 那不如我現在試大了這隻錶 好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款式 我已經成功進化了 還有一個手錶帶 那不如我現在試一試它的震動功能 4拍4 120 然後呢就 雙踢 聽不聽到我給大家聽聽 那個震動的聲音 很新奇 現在整隻手充滿動感 1 2 3 4 1 2 3 4 那如果現在是震動的時候 它的拍子是真的正如Percussion 是逐一逐一打到你的手 那是一定準的 最吸引的就是 它震動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到這裡是 在發光的 是真的像平常你們看演唱會舉的 那些螢光棒 那些色彩一起唱 就20個人一起舉這隻錶 就這樣舉上去 我試一下 放一個身體在其他地方那裡震動 不如我 這個好像有涼血壓鏡 我是不是要弄爆它 老鼠仔 那就繼續了 我又給大家聽一下 我覺得這樣震動是舒服過在手腕震 我覺得對樂手來說也是好的選擇 那我現在就再試一下放在胸口 對了 就可以這樣戴 把兩條放這樣 我來一次了 撇步 不是我看到他很帥 盒子裡有個帥子 是這樣擠出空肌 為什麼我會這樣 為什麼我會這樣 DoubleTap 胸口感受到我的節奏 如果你有錢可以買到兩隻 左右割一隻 可以這樣震動我的臉 剛剛沒有 哈哈哈哈 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這隻手錶是一隻專門為音樂人設計的 還有什麼功能呢 它還有一個Tuner 然後有一個 百分貝的 還有一些Timer 計時的Stop Watcher 這樣就成為了它這隻 音樂人的智能手錶 既然有這隻手錶 當然要用這個app去發揮100%的功能 連接手錶 yes 這個app就除了教這個手錶之外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教你這個光的顏色 你哪一拍要哪一隻色 要重拍出這隻色 還是弱拍出這隻色 全部做到的 其實除了SAMBRANA Call之外 它還多出了一隻手錶 那就是SAMBRANA Call Steel 那這隻CORE Steel跟普通CORE有什麼分別呢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聽不聽到嗎 那些聲音很清脆 這隻是全金屬 它這個是皮帶來的 你看上去它的質感 是不同一點的 那好啦 我現在打了兩隻錶 就是大家 哇 我這樣踢很帥 很喜歡Ironman 就是一隊樂隊 或者一首歌 你演奏的時候 其實不只有你一個人 有很多個人的 你要每一個人的拍子 都跟到一樣 你才做好這首歌出來 我怎樣肯定 這兩隻錶 鎮的頻道 或者速度 所有東西都一樣 app也是時候出動 手機app可以連接到一隻錶 那現在更厲害 我就連接兩隻錶 其實這兩隻已經是同步了 這兩隻錶 就是在第二代拍子機手錶上 就出了這兩款給大家選擇 有一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官方說到它們會在不久的將來 就會更新這個 Core的一個程式 即是你可以用這隻錶去讀到你的訊息 可能會看到你的WhatsApp 到時候它就不只是一隻給音樂人用的手錶 它真的是一隻真真正正的Smart Watch 而在市面上 如果你要入門級買一隻 比較便宜的Smart Watch 說最便宜的 都要大約1500-2000元 而這兩隻錶的定價分是怎樣 交這隻就買17879元 而這隻就賣2499元 至於在哪裏買呢 大家可以上去hkmusiccenter.com 選購 是hkmusiccenter.com hkmusiccenter.com 那裏去選購 即是接下來陳健之 如果你對象有一個玩音樂的人 我亦都推薦這隻錶給他們 你是不是在跟我說要我買給你 不用啊 免得你破費 哎呀 我以為可以吃軟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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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